補充魚油 它真的對骨骼 沒有太大意義 就像剛才大飛說 就是這個腦筋 我雙腦筋 然後 我剛剛沒有說任何話 家禽說的 真的嗎 今天是不是名字可以亂講 要先說 因為我就聽到一個是說 眼睛一個是這個腦部 所以其實這兩個 是有幫助的這樣 那也順便跟大家講 就是這個魚油裡頭 因為魚油分EPA跟DHA 所以主要主軸是在DHA 那一般我們建議 就是ETS300毫克 那這樣子會多少 就跟一般的食物比起來 就是假設貴 就是大概這麼大而已 其實很容易補充 第二個就是 這個問題常常會發生在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就是說 我一直孕吐 甚至吐到10個月這樣子 那我如果吐完 然後不吃點東西 就是寶寶會很瘦小 沒有 人體是很神奇的 然後甚至這個媽媽 也都可以胖到 就是12公斤 15公斤 也是也可以的 所以沒有一定要 特別去補充糖分 除非醫生發現 就是你的這個聚照超音波 它真的跟不上速度 或是你真的體重明顯減輕 我們可能才會去建議這個動作 好 那第四個呢 就是認成高血壓 跟一般的高血壓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不一定要就是 腺炸果汁裡頭 甲離子很高 對於一般的高血壓來講 可能是不錯 可是因為對於 認成高血壓的人 它同時要體重控制 所以這個腺炸果汁 可能會 反而有風險 反而會有風險 好 那三呢 其實這是我們一般來講 其實它後面是有一個 營養學的一個觀念 但是我們只是要把它畫成一個 最簡單的一個文字敘述 假設胎兒體重輕 好 有兩種輕 譬如說媽媽重 寶寶輕 那你這個時候 澱粉不能補 只能補紅肉 對 因為媽媽重了 對 好 那再來 如果胎兒體重輕 媽媽也輕 你的紅肉要補 澱粉也要補 對 兩個都補 所以兩個都要補 所以那簡單來講 就是簡單我們把它變成 澱粉就是胖媽媽 紅肉就是胖媽媽 是一個簡單的一個講法 了解 太陷阱了吧 我要怎麼知道 是媽媽重還是小孩重 你在做超硬波 或醫生在診斷 他可以告訴你 對 這真的沒經驗 這個問題聽就真的沒經驗 那這表示 他真的是單純的 對 你看像秋堂哥哥 就沒有問這個問題 我知道 我有經驗 有清楚 有經驗 好了